您好,从昨天开始,我们是维基两个礼拜的总结周,给我们全年的内容做一个梳理和总结,我们集中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才叫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今天我们集中要讨论的是,以真实生活为本的,才叫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现代经济学离不开数学的帮助,数学在经济学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过去最早的时候,在亚当斯密的年代,甚至在1960年代以前,经济学主要是以日常语言来表述的。 你看经济学论文,你看这些论文的正文,都是日常语言,数学,模型,统计,方程式,一般都放在角柱里面,或者放到附录里面去。 而今天的经济学论文呢,刚好调过来,在正文里面有大量的公式,模型,数字,而解释性的内容呢,则往往放到了角柱,甚至是附录里面去。 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结果,是使得它的内容,它的研究,跟真实生活离得越来越远了。 我最开始只是朦胧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以为别人不这么看,大多数人不这么看。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本小书,才发现原来对经济学当中过分应用数学的倾向,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提出了批评了。 那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数学课的老师给我们指定的一本参考书。 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叫Deirdre McCloskey,麦卡洛斯基。 书的名字叫《经济学家的邪恶和资本家的美德》,The Vices of Economists and the Virtues of the Banjewazi。 这本书是1996年出版的,那个时候,这本书的作者,Deirdre McCloskey,已经是个女人了。 他在此以前,95年以前,是个男人。 那个时候,他名字叫Donald McCloskey,跟现在美国总统Donald Trump的名字一样,都叫Donald,唐纳德。 事实上,McCloskey在小男孩的时代,就已经想当女孩了。 当然,在那个年代,他只能抑制自己的想法。 结果,他跟其他的男人一样,结婚,生小孩。 至于他自己想当女人的欲望,也只需要每个礼拜,偷偷地穿一次女人的衣服,就能够满足了。 他的太太也知道这一点,但只要不在他面前穿女人的衣服,也就可以了。 直到他50岁的时候,他才发现,要变性是可能的,不是那么难。 他变性的想法,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他说,他真的列了一张表,列出了各项成本和收益,最后决定要变性。 McCloskey的研究领域非常广,在他的同事当中,有经济学家,有历史学家,有社会学家。 他当时考虑过,他们对他变性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结果是,那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比较多持否定的态度。 因为总的来说,这两门学科,是比较看重人的身份认定的。 而经济学家呢,则普遍比较宽容。 因为经济学家向来就主张,我们只研究人的行为规律,至于人的偏好是什么? 这偏好是怎么来的?这偏好是好是坏?咱们不关心。 McCloskey本来做好了经济系会开除他的打算,但结果呢,他留下来了。 最大的阻力反而来自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他的妹妹坚称,他的哥哥患了精神病。 结果Diedry McCloskey被三次送到了精神病院。 他后来说,人如果被送进了警察局,还知道大概应该干什么,因为平时电视剧电影都教人家进了警察局应该怎么办,但很少电视剧和电影教人家如果进了疯人院应该怎么办的。 他说他当时可真是茫然和无助啊。 事后想起来,最大的教训是进了精神病院以后,医生问你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回答什么,千万不要开玩笑。 玩笑开得越大,医生认为你的病就越重。 好,我们回来讲Diedry McCloskey的这本小书。 在这本《数学教授指定我们看的小书》里,Diedry McCloskey狠狠地批评了经济学里面的数学应用。 我还是很感谢我这位数学老师的。 Diedry McCloskey批评了第一位、第二位以及第十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他批评首位获得诺奖的Jane Timbergen,丁伯根创立了社会改造工程学。 这门学问把人类社会等同于物理世界,以为改造人类社会跟改造物理世界一样容易。 这本小书批评了第二位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Paul Samuelson·沙米尔森,批评了沙米尔森的黑板经济学,说他的经济学远离真实世界。 这本小书还批评了1980年获得诺奖的Lawrence Klein,批评了人们在使用他所创立的计量经济学的时候,混淆了科学的显著性和人文的重要性。 在我们做出政策判断的时候,没有把人文的价值考虑在内。 我们把这个批评的顺序倒过来解释。 先讲计量经济学的问题,在统计学里面,我们有所谓的统计结果是否显著的问题。 这种显著性是数学的性质,是一种统计的结果,是不是符合一定的概率要求的问题。 但这个数字本身跟人文意义上的是否重要,不是一回事。 你比方说,每小时的法定最低工资,如果提高一美元,会增加千分之一的失业机会。 这千分之一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在一个社会里面,那就意味着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失业。 这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呢? 科学本身,数学本身,统计学本身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 你必须加上人文的价值才能做出判断。 又比方说,有些医学研究表明,如果让新生儿在医院多住一天,孩子和妈妈都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新生儿的黄胆的机会就会下降千分之三。 那到底应不应该让所有新生儿在医院里面多住一天呢? 这是一个人文判断的问题。 最后,保险公司说,不应该,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为了避免三个新生儿患上黄胆, 就让997位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在医院里面多住一个晚上,这样的话成本太高了。 无论这个决定是对,是错,这都是一个加上了人文价值的判断。 我们不能够以为数学的显著性本身就能够解决,就能够代替人文价值的重要性。 这是Dirdre McCloskey的第一个批评。 他同时也批评了沙米尔森的黑板经济学。 我们知道沙米尔森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 他从1948年开始就出版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叫经济学Economics。 我自己读的最早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商务印书局翻译的沙米尔森所写的《经济学》,当时分上、中、下、三册。 这本书到今天已经印说第19版了。 我们也知道沙米尔森是著名的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 是他正式把数学模型引入到经济学分析当中去。 是他使得经济学变得更科学、更结构化、更优雅了。 在沙米尔森早期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各个版本里面,总有一个章节讨论混合经济的好坏。 在那里,他运用他的数学模型和当时可得的统计数据,他做出了一个预测,使苏联的经济很快就会追上美国。 在专栏文稿里,我给你附上了几张他当时书里面的截图。 你看看他所做的预测,那些曲线多么平滑,多么漂亮。 而他的依据是复杂而精密的数学模型。 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令人信服。 但是,到了1989年,苏联经济崩溃,真相大白。 苏联的经济根本不能够跟美国的经济相提并论。 沙米尔森从此就在书里面去掉了这一章。 当然,沙米尔森本人从来也没去过苏联,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 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数字的时候, 我们在建立优雅的数学模型的时候,我们总不要忘记真实生活是怎么样子的。 象牙塔里面的东西,如果跟真实生活对不上号,那出错的一定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生活里的东西。 当然,要了解真实生活是困难的。 有一位经济学家就半开玩笑的说过,他最早的时候希望做一位实证主义经济学家。 但是他后来发现,要跑到市场里面去,要跑到企业里面去,要跑到真实生活当中去了解情况,太累了。 所以他就改变主意,当一位历史经济学家。 后来他又发现,要跑图书馆里面找资料,也太累了。 所以他又再次改变主意,决定做一位理论经济学家。 因为那样,他只要一支铅笔,一张纸就够了。 我们要避免脱离实际的错误。 当然,在这本小书里面,Diedrian McCloskey还批评了丁伯根所提出的《社会改进工程学》。 这一点,在我们的专栏里面也一直非常注意。 那就是,任何政策,人都是有对策的,我们不能够像改造物理世界那样去设计,去改造人类社会。 因为人总是会有反应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后来,我还读了Diedrian McCloskey很多书,近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指出我们要解释人类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忽然发生的经济的高速增长。 仅仅使用过去经济学家所熟悉的概念、工具是不够的。 我们要知道,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万年间,经济几乎没有增长,而仅仅是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经济才获得指数一样的增长。 到底发生了什么? Diedrian McCloskey认为,我也非常认同,这不是因为有人剥削,因为剥削只能解释财富的转移,不能解释财富的增长。 这也不是因为单纯的投资,因为只要把钱聚在一块就能增长的话,过去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聚财,聚财之后也没出现过这样的经济增长。 推动近两百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力量,是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商人节俭,遵守合约,精益求精,服务用户的美德。 而这些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体系里面,是找不到位置的。 翻开经济学的教科书,只有价和量,连质,质量的质都找不到。 就更不用说创业的激情和企业家精神了。 他主张我们要在经济分析当中加入这些不容易观察,不容易刻画,不容易衡量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们正在经历的长足的经济发展。 今天我给你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学的分析当中我们要谨慎地使用数学工具,同时也解释了我们应该以真实世界为本, 立足于真实世界来了解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以抽象的理论为本,做脱离实际的研究,以真实生活为本的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